纺织品越来越进步 尤其是运动服装充满科技的元素 为人们带来更舒适方便的生活品质 请问 下列哪一种纺织品不太好透气排汗 1.纯棉衣 2.快干衣 3.凉杆衣 4.数位喷墨衣 你猜对了吗? 正确的答案是 1.纯棉衣 以前大家以为夏天应该穿纯棉的衣服来帮助细汗 但是其实纯棉衣很像海绵 清水性的棉质纤维容易将汗水吸入纤维结构里面 因此会膨胀 提高了沙线的紧密度 阻碍汗气的排除 让人感觉连腻湿热 输水性的合成纤维 像是锯质材质的服装 本身不太吸水 而且透过细致的纤维间所形成的毛细现象 比较容易将汗水从皮肤带离衣服外层 再借由流动的空气来干燥 凉杆的衣服在纤维制作的时候 混入了玉石类的粉体 同时配搭光滑挺直的纱线和置物设计 由于热量是由高温传递到低温 采用较高比热的材质 可延缓温度的上升 让人体皮肤接触 会有明显的凉爽感受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 2022年三项研发设计大奖 数位喷印科技 就像大型的印表机 列印纺织材料 透明的墨水 做成的衣服 碰到汗水时布料会形成3D立体 能够产生空气对流层 加速汗水蒸发 减少闷热感 以及与皮肤接触的面积 提供运动者低失联的舒适性 这项革命性的创新技术 在制程上还可以减少水 电化学品的使用 以及碳排放量 具备节能减碳的环保需求 我们能够全球走透透 是因为有了护照 过海关一目了然 所以畅行无阻 为了让衣服回收再生的旅程 一路顺利 请问哪一项最能表现衣服的身份证 一 说明书 二 标签 三 条码 四 RFID 你答对了吗 正确的答案是 四 RFID 听过鲑鱼返乡吧 四岁的鲑鲑鱼从千里之遥大海回游河川 他们是如何摸索 找到出生地 因为他们有能力闻到家乡的味道 听过纺制循环吧 一件衣服伴随消费者的生活 最后如何让衣服长脚走回出生地 为什么回收的衣服要分类 因为衣服其实是有很多材料过程的 例如说面料 拉链 扭扣等等不同的材质 经过分类才能分离再加工 一名顾客有一天去买衣服 发现这家服饰店新增了自助的结账机 没想到购物栏一放上去 萤幕就显示了产品名称和价钱 让他觉得好惊讶 因为衣服藏了一片RFID 也就是无线射频辨识系统 是一种可以辨识目标的通信技术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最近 获得了全球百大科技奖的RFID砂 就是将RFID从一片 变成一条砂线的科技 织进去衣服能够耐水洗 耐酸 耐减 耐高温 耐连压 当消费者丢弃衣物的时候 可以轻易地对衣物进行追踪 识别 分类 减少衣物对环境造成污染 做时循环纺织的所要关键 就是让每一件衣服都有一张身份证 RFID砂就是衣服的身份证 可以让衣服变成下一件衣服 爱好户外活动的人时常面对流汗散热 保暖下雨的场合 所以需要穿着适合的衣服 以下哪一种装备必须具备 你猜对了吗? 正确的答案是 4.透气防水衣 防水防风的衣服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买雨衣就能够达到这样的功能 但是当我们在登山 跑步 高运动强度的时候 身体合衣着中间会产生大量的湿气 只防水不透气 会让湿气没办法排出 一般来说 雨衣防水不透气 毛衣保暖不防水 棉衣舒适不防水 所以GOTEX的厉害就来了 一层薄薄的膜 就可以让衣服能够防水防风 另一方面又有透气性 通常这款的衣服是三层式的设计 外层的表布与内层的里布 中间夹一层透气防水膜 不过永续的时代 衣服必须符合可回收的要求 It's more 由直径仅仅200奈米的奶弄纤维 经过精密的堆叠 能够产生数以百万的尾孔 这些尾孔孔孔进小于水的分子大小 又能够让气体分子通过 达到透湿透气的双重功能 It's more 内容膜导入户外服装的三层式复合布 是一项科技的革命 现在很少同一个材质具备三层式的设计 回收后不必分离 可以进入重制体系 大大降低循环在利用的门槛 是一种因应循环永续而生的全新产品 一提到碳酸钙 你会想到什么呢 钙片 石灰石 没错 这些都是碳酸钙 碳酸钙是一种矿物 也是蛋壳和贝壳的主要成分 但是都是碳酸钙 为什么贝壳比蛋壳更坚硬呢 猜猜看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结构 2.密度 3.其他成分 4.成分的比例 答案是1.结构 你答对了吗 加拿大科学家弗朗索瓦·巴特拉发现 贝壳的破坏应变 大约是碳酸钙的10倍 代表在相同的引力下 贝壳可以吸收更多的能量 而不会破裂 科学家使用高解析的显微镜 来观察各种贝壳的微结构 发现贝壳的分层结构是一系列重叠的 微米尺度的碳酸钙片状结构 微米尺度就是肉眼看不到的 极消尺寸 它们堆叠成成状 每层之间以更小的蛋白质 来连接排列成砖墙状的结构 能够分散外力 防止裂纹扩充 假设有外力作用在贝壳上 碳酸钙会把能量传送给蛋白质 而蛋白质的间接有弹性 可以把能量转成热能 释放到外界 就不会累积在贝壳里面 如果外力过大 产生裂纹了 也能透过层跟层之间的能量转移释放 阻止裂纹继续扩散 让贝壳不会立刻就破裂 就像气墙一样 砖头之间需要水泥沙浆 来连接砖头并且填充空隙 贝壳的碳酸钙就像砖头 蛋白质就像水泥沙浆 它们能够形成一个稳固的墙面 今年来 仿生设计家 从贝壳的结构中汲取灵感 模仿贝壳的多层次复合结构 开发出具备韧性、强度、直清、自我修复等特性 利用在航空、国防、电子、生衣及建筑等行列 仿生设计搭配绿色化学原则来创新 可以开发出性能优越的材料 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 同时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台湾四周环海 船只搁浅漏油污染海洋的事件 却实有所谓 严重危害我们的环境生态 当海水被油污染时 该怎么有效处理呢 一、使用燃油锁 二、使用吸油棉 三、使用油水分离设备 四、利用微生物做分解 答案是三 油水分离设备 你猜对了吗 其实其他三种方法也都有被应用 但是目前它的效率比较低 所以科学家都在研发油水分离设备 想来解决海水污染的问题 科学家从鱼鳞的结构 和虾蟹壳表面的材料得到启发 发现它们的外壳可以不沾油污 所以尝试地把仿生概念应用来设计油水分离装置 而且虾壳表面富含有清水的甲壳素 可以在体表形成一层水膜 进而在水下有抗油污的能力 科学家就发现 利用虾壳提炼出来的壳聚糖 也有甲壳素 具有水下超输油的特性 可以展现抗污的性能 而且又已经证实对重金属离子有很强的凹合能力 被认为是废水处理中最有效的吸收剂之一 因为科聚糖比较容易加工 所以高雄大学的健康及仿人科技研究中心团队 以科聚糖来涂布在过滤膜或过滤网的表面 同时利用奈米添加物 使表面产生很多的维系结构 那就可以产生超清水和水下超输油的效果 可以用来制作多功能的油水分离膜 同时也去除掉沸水中的重金属 让油水混合的污染水 可以自动分盖成油相和水相 进而我们收集到干净的过滤水 在科学家的努力下 不久的未来也许可以看到 利用油水分离装置进行大规模的水质进化